是2021年12月9号 129 恐怕这有点年纪的人 对这个数字就对这个日期 比较熟悉 129是当年的共产党在国统区 搞了一场学生运动 那么当时呢 所以那个时候参加学生运动的一些人 就后来就这个投奔共产党 成了共产党中间那些 所谓就是知识分子干部的 很大一部分 就是所谓从129 129那开始的 就是来自于129运动 今天是星期四 今天我们要谈这个 要谈三个题目 要谈三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是 京奥遭到抵制 北京自取其辱 第二个题目是 民主峰会 联合打击中国 第三个题目是 推特脸书封号 川普另起奴灶 这三个问题都很有意思 要是放开了讲 那恐怕就是每个问题都可以讲一小时以上 那这里当然我尽量把它比较简要的讲 先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冬奥遭到抵制 北京自取其辱 那么就在前些天 美国总统拜登 他们宣布外交抵制 在明年2月要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另外其他一些国家 也做了同样的表示 比如英国呀 这个澳大利亚等等 对于这些这个抵制呢 北京方面很迅速的做出了回应 他们的回应有好几种说法 一种说法就是说 这个我们没有邀请你来呢 你自作作情干什么呀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这个你这个什么抵制 你的所谓外交抵制 就是你的官员不会来 那根本无所谓 你这个外交抵制算什么抵制 有本事你不要运动员来 还要因此你这种抵制 对我们毫无影响 但是又这个中国外交部 又说 说对这种抵制 我们中国一定要采取反制措施 那意思显然又是把这个抵制 很当回事 不是认为他无关紧要 无所谓 再有呢 然后一种提名就是说 你这个是美国 你们是把体育政治化 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 因为奥林匹克宪章写的清清楚楚 体育体育运动在政治中立 因此又以这个理由 又责责西方 等等 那么那我们这我们知道 这次美国他们所要采取的抵制 那当然他也说得很清楚 就所谓外交抵制 也就是运动员照样可以参加 而且是以美国队的名义参加 但是呢 美国的这个政府的官员 首先是这个总统副总统 他们并不出席这个开幕式 这叫外交抵制 谈到抵制呢 大家知道最早是在1936年 希特勒德国在柏林举行奥运会 在当时就有一些团体 号召抵制这次柏林奥运会 不过呢 那一国家并没有响应 那一国家还是都去了 所以事后检讨 大家很多人就批评 说上次就是不应该去 就应该抵制柏林奥运会 你不去抵制的结果 就是给希特勒德国长了脸 增加了他的气势 而且误导了国际舆论 所谓抵制奥运会之说 最早是来自于就是1936年的 柏林运动会 那次是没有抵制成功 没有抵制 基本上各国家都去了 另外一次 所以很引人注意的抵制呢 那就是发生在1980年 1980年要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 刚好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当然那时候正是 美苏仍然处于冷战阶段 那么所以很多事情呢 美国都是要反对苏联的 而刚好在1980年之前 苏联军队苏联又侵略阿富汗 那么因此当时美国就 就提出要抵制 莫斯科奥运会 那时候响应的国家很多 大概有六十几个国家 包括中国也参与了抵制 那次抵制就是不要说 什么总统啊 什么副总统没有出席 开幕式 而且整个 这些抵制国家的运动员 也都没有参加莫斯科的奥运会 然后到了四年之后 下一届奥运会 刚好是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 那苏联呢也采取报复措施 苏联也号召抵制洛杉矶奥运会 那么也有 也有这个一二十个国家响应 所以那次呢也是 他们也是不但是他们的国家领导人 没有出席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 苏联那些国家的运动员 也没有出席那次 也没有参加那次奥运会 所以最早抵制呢 那是很全面的抵制 包括运动员不参加你这次奥运会 不过对于这种抵制方法呢 后来就有一些争议 那么很多人就认为 这个奥运会运动员还是可以 能参加还是参加为好 因为你说起来嘛 这个奥运会四年才一次 那么很多运动员 他一辈子的最大理想 就是能够参加奥运会 他们最大的雄心报复 无非就是在奥运会上 能够夺得金牌 而我们又知道呢 运动员的这个运动生命 也就是他那个身体 技能处于巅峰状态的时期 非常短 非常短 因此常常是你要是错过一次 你就永远错过了 你就再没有机会参加了 这么一来 如果抵制奥运会 是以运动员不参加 这种方式进行 那对运动员来说 未免就是损失太大 损失太大 而且这么一来 对你们对你抵制管也不好啊 你们都走了 那金牌银牌不是都让别人给拿去了吗 所以后来呢 就基本上就不认为 这个抵制奥运会 应该采取运动员参加这种 不参加这种方式 那么所以后来更多 大家倾向于采取所谓这个外交抵制 这外交抵制 一个比较近的例子呢 就是八年前 就是七年前 在2014年 在俄国的索契 那儿举行冬奥会 也是一场冬奥会 当时那时候美国总统还是奥巴马 拜登是副总统 他们就都没有出席奥运会的 缩期冬奥会的开幕式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也没有出席 这个缩期冬奥会的开幕式 这就是一次比较近的一次抵制 就是采取的外交抵制 那么这次北京要开冬奥会 那美国当然这个各界 早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当然提出几种抵制的方案 那么主流的意见呢 那还是考虑就是外交抵制 还是采取外交抵制 那外交抵制 像不像现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 无足轻重无所谓 那倒不是 其实对外交抵制的意义 这个中共当局自己也非常清楚 你就查一查 在2014年 大概是1月还是2月 新华社 人民日报都有文章 因为那个时候不是一些西方国家在抵制 俄国的缩期冬奥会吗 那当时就中国官方也发表文章 评论这件事 其中就提到 说本来各国首脑 出席一些国际活动的这个开幕式 是一种惯例 但是你这些首脑出不出席 他多少就或多或少 就释放出一种政治信息 政治信号 那么他说那个文章说的很清楚 说现在很多西方国家 不出席领导人 不出席俄国 这个俄国索期冬奥会的开幕式 那意思就很明显 那就是我不碰你这个场 那等扫你的面子 就有这个含义在里头 所以你看 那中国政府不是不知道 不是不懂 他很懂 当各国首脑 不出席你的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时候 那就是表示 对你的某种谴责 对你的就是一种很不以为然 才会采取这种姿态 所以这次美国他们 这个抵制中奥会 以这种方式 外交抵制 他确实就传递出这么种信号 这也就是为什么 中共当局对此非常恼怒的原因 但是有趣的就是 你恼怒就恼怒吧 你干嘛又说成他无所谓呢 你不是自相矛盾吗 如果他真的照你说的 外交部发言说的 根本无所谓 你来不来 我们根本不在乎 甚至像胡锡进一样讲的 那么我还不想你来的 你们都是一些什么 这个病毒的时空伴随者 到这来还难伺候的 你们不来拉倒 如果你是这种态度 根本不在乎别人来不来 甚至还不太想别人来 那你就 你就没有必要 对他们这些国家 采取外交抵制 去加以批评了 你更没有理由 扬言要反制了 那有什么反制呢 没有反制的嘛 那根本 这个鸡毛蒜皮的事一桩嘛 你用不着做这种反应嘛 那你从中国外交部 做出这种反应表明 他还是 深深深的感到被刺痛了 他才会提出我们要反制嘛 所以他 所以整个这次北京反应就是乱套 张三这么说 李斯这么说 看起来他种种说法 似乎都有道理 但是你把它连起来一看 他互相矛盾 如果你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 那另外一种批评就没有道理 当然我们看到了 这个奥运会 官方早就发布了消息 说俄国总统普京 已经接受了习近平的邀请 要出席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 那这个报道就告诉我们呢 这个要不邀请外国首脑 是以习近平的名义出发的 名义发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中国要搞冬奥会 东道主 东道国的首脑 就应该按照惯例 就应该向其他国家发出邀请谈 那你说的像有一些 包括赵立坚说 说我们中国还没有发邀请谈了 你别那么自作多情 可是你这个说法不合惯例嘛 惯例就是你说东道国 你的国家首脑 就应该向其他国家元首 发出邀请谈 那你看你普京都给了吗 对不对 而普京都已经答应了 所以照理说你是该发给 美国总统 发给美国副总统 发给其他英国 英国这个首相等等 这是按规矩 按惯例 你是应该这么做的 当然这次 因为大家 为什么美国天天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那就是他们知道 按惯例中国是要发出 官方是要发出邀请谈的 于是他们才考虑我们去不去 所以这你就不能说 人家自作多情嘛 说人家还没请你呢 你说你不去 你摆什么谱啊 你这不是装腔作势吗 那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按惯例 是应该 你是应该发邀请谈的 所以他们才存在一个 他们接不接受邀请 去不去这么一种考虑 这种的话也是反映你这个 自相矛盾 当然 现在你还没有发出邀请函之前 美国官方就已经表达 他们不会出席开幕式 那你恐怕就连邀请函都 省得发了 都不发了 但是这不等于说 按照正常的程序 你中国政府是应该 发邀请函的 所以你说 你这个你也没有理由 指着别人自作多情 我还没请你的 你说给什么劲啊 因为按规矩 按惯例 谁应该行的 就是这么回事 因为整个国际活动 像刚才 在那个2014年 那个我刚才提到的 俄国索期冬奥会时候 中国新华社发的文章 就把这条解释很清楚 反正这些大型的国际活动 那么东道国的国家元首 他都出于惯例 都会向其他国家 尤其是那主要的国家 尤其是那一大国的元首 发出邀请谈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别人来了 那等于是捧你的场 多少就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反过来呢 那人家不来呢 就表示人家不捧你的场 因此就有点少 来了就给你掌面子 不来呢 就得扫你的面子 至少这个意思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这个意思 既然是很清楚 那中共当局显然 是为这次要举办冬奥会 有这么些重要的国家 不出席 感到大丢面子 所以才有些恼怒 所以才扬言下次要报复 要反制 就这么简单这么回事 那只不过他自己的说法呢 各个发言的说法呢 张三这么说 李四那么说 彼此矛盾 反而变得比较可笑 变得比较可笑 你一开始你就老老实说 就是这么回事嘛 你可以对那些不参加 开幕式的那些国家的政府 提出批评 那你的批评理由 就是这个理由嘛 你不能说我还不 我没有邀请你 按理说你没有邀请 那你就更错吧 你邀请别人 别人不来 尚且有一个扫你面子的问题 如果你一开始 你那邀请都不邀请别的国家 那不是一开始 你在找人家的面子吗 所以呢 他这个官方认说法呢 显然站不住 就是按照这头 站得住脚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他又站不住脚 所以总体来说呢 北京的反应起来 可以说是这个举止失措 就前后不一致 不同的发言人说法不一致 那造成了反而使人感到 你为这个事情感到 有点恼羞成怒 所以有点说话 有点不成体统 反而给人这么种感觉 至于说这个指责 美国政府这些 把体育政治化 那这种说法也站不住脚 那首先我们知道 那现在我们知道吗 你中国还搞过 不是搞过乒乓外交吗 所谓小球转动大球 一直到现在还津津乐道 那你说这个 是不是把体育政治化呢 要说把体育政治化 是莫此为甚 那最突出的一条 就是平反外交了 那你不是现在 还挺得意这件事的吗 那你怎么能以 不要把体育政治化 作为理由去攻击别人呢 再说别的国家 不来参加你的奥运会 算不算 把体育这个活动 运动政治化 那你自己原来说的 也不一样吧 你查查人民日报 1980年 因为那次美国响应了 中国响应了美国的号召 也没有派运动员出席 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当时 那当时的苏联 当然也一定 以不要把体育政治化 作为理由 对这些 对这些抵制的国家 提出批评 而当时中国呢 属于抵制的国家之一 因此 中国也为抵制行动 做辩护 你看看啊 就是在1980年的人民 是吧 专门发过一篇文章 那就专门提到 这个国际正义 这个需要维持 就义正词严的 阐明 我们为什么 不出席你的奥运会 这不是把体育运动 政治化 这正是为了捍卫 奥林匹克的运动的精神 你说的 头头是道 所以你看看 1980年说的 那跟40年后说的 完全不一样 到底以哪个为准呢 所以实际上就是 因为中共在外交上 且不说在毛时代 和现在毛之后的时代 且不说在不同的 时间阶段 有不同的立场 而每次呢 他都把自己的立场 解释的 就是振振有词 但是你把他联系起来看呢 就发现这些说法呢 彼此是互相矛盾 所以整个阵子 造成了一个 就是对奥运会这个事情 这个北京的 未免别人一种 自取其辱 因为你自己说的话 自己在互相矛盾 自己在砸 自己的耳光 所以我现在看来 他就是这么个事情 那么现在当然美国 已经带头在 外交抵制 其他国家 还会有多少跟进 这个我们还有在观察 但到目前为止 你这个 因为外交抵制 主要目的 就是传递一种政治信息 我说我们对你不满意 我们对你严重不满 就一种 就是一种很有戏剧性的方式 把这个对你的政府的不满的态度 把它凸显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另外一方 如果你不做这么强烈的反应 不今天说两句 明天说两句 那反而会使对方传递这个信号呢 把它弱化 因为没怎么 那才叫不把它当回事呢 可是你从现在中共看起来 它很当回事 它不断在说 它这么说 这么也说 那么也说 所以反而强化了 中共的这种反应 反而极大程度的强化了 对方抵制你的 他的政治效果 因此总的来说呢 那北京这次反而真是很不高明 因为你强化了 对方抵制你的那个政治含义 另外呢 因为你的前后矛盾 这个自相矛盾 也使得自己 显得自己的这个 暴露出自己这种恼羞成怒 那么在外交上呢 显然是大大的失分 那么这就是冬奥会的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要讲的就是民主峰会 民主峰会就这两天